你一定得给我们主持公道 你一定得给我们主持公道 这钱我们一定还 但这房子他们必须给我们还回来 行 我知道了 跟我琢磨琢磨 好吧 那行 叔 那我等你的信 好 婶儿 我妈她 你妈她呀 非要去门槛她爸爸坟头上赎罪 我拦都拦不住啊 那我去看看 行了 就别跟着去了 兴许啊 她哭一场就没事了 那我先回去了 大判啊 你看这事该咋办哪 甚至又咋办 我可是听说了啊 这事啊 是大楼在背后蹿的 你当我傻呀 那也不能这么拖着呀 拖 亏你想得出来 村长家在对门睡在马路上 要不了多久 市里八寸就都知道了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 四儿 我看你这样子 咋反悔了 那好吧 我把钥匙还给你 你把钱还给我 你家小子打不打光棍 我看都差不多 不是 叔他 叔老叔的胆子小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说错啥了 行了 行了 这事啊 我看就过去了 我是担心啊 这个门槛家呢 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这两天呢 你就别到处瞎跑了 在家里养养伤 啊 干啥呀你 我不是关心关心你吗 我要不管你的话 你住哪儿去啊 我用得着你管吗 你别好心当成旅馆费了啊 我告诉你 我那屋子是破的 但是它好得有屋底啊 骚怪 我跟你啥关系都没有 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别管 不是 那今天晚上去住了 就什么关系都有了 干啥 骚怪 干啥呢 骚怪你干啥 骚怪你干啥 你干啥 你给我站着 那古不诺我跟你说 你刚才把刘瑟手打伤了 你现在再惹我的话 你小心我人 你连穴都上不了 你 嫂子 她没把你砸了 没砸 她就是个小丑 你跟她计较啥呀 温顿 我想着咱们得把土屋 赶紧收拾出来 要不然万一变天的话 妈的身子我担心她受不住 那土屋咋住啊 啥都没有 被子 褥子都没有 咱家不是有吗 咱家这门都锁着呢 真是读书读傻了 进屋非得从门进啊 文端 你这有门不走干啥呢 嫂子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拿着 到那屋子凑合几天 那个 爸 你都琢磨半天了 你到底想出啥法子没 对 门槛她妈还在外边呢 你到底说句话呀 你到底管不管呀 我倒是想管 你让我咋管吗 你说咋管 我把锁子拿开 文端你把东西搬回家 好 天明你别那么冲动行不行 书已经去想法子了 你这一篮头下去 那不越擦越乱 想啥法子 这有最好的法子 刘四她就千万怕硬 我今儿还不进去歇了 天明 老子 我觉得天明刚说得挺有道理的 他刘四要还敢来 我再给他打回去 你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天明 怕啥 还没王法了 他刘四凭啥办家房子 就凭他是债主 债主咋了 欠的是钱又不是命 那一家老小猪那徒子里 真有个三长两短 他六四担得起责任吗 你这村长刚得安心吗 天明 你听你爸一句话行不行 爸你说 这事你管还是不管 不管是吧 那你也别管我 天明 天明 你以为把锁砸了 这事就能解决吗 那总得做的啥吧 我拦不住你是吧 来 朝这儿咋 爸 你翅膀硬了 掌出息了是吧 咋呀 别管 是你咋 快起来快起来 来 妈 走 去哪儿啊 回土屋 这土屋能住人吗 那咋办 撤下 走走走 走 我们这么一大家子的人呢 去边 喜爱 别这儿了 是 这太麻烦你们了 有啥麻烦呢 不就是多几双筷子的事吗 我让天明啊 把那放粮食的房子腾出来 你们一家人 在那儿先凑合着 行了 别争了 他爸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 再把你气出好歹 走 走 神喜爱一家子都要住我们家呀 是啊 凭啥呀 又不是咱们家摆着他们家房子不放 凭啥都住进来呀 咋不能住啊 行了 行了 来 把这枸杞跟大枣啊 拿去洗洗 放在锅里 看这事啊 这两天脸色不太好 多放点 那都是给他们煮的呀 这枸杞啊 这大枣啊 那都是我哥托人 从外地烧过来的 妈 这多好的东西啊 都便宜他们 就一天没在家 出了鬼了 柯姥 拄屋子呢 整这么大动静 咋了 我再大动静 有他们一大家子 豆久大呀 咱帮他们够多了吧 现在倒好 一大家子都住进来 还得好吃好喝伺候着 小点声 假使人那身子啥情况 你又不是不了解 只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咋跟门槛交代 门槛 门槛 自打门槛走了 你三句话不理门槛 你是拿门槛当借口吗 你要给她交代个啥 人才是你媳妇啊 你是被猪王蒙了心 还是浆糊糊了脑袋啊 咋的 又想吵架 乐乐 假使家出事 不指望你能帮上啥吗 你能不能就多担待担待呀 那房子要回来了 自然他们就回去了 那你让咱爸赶紧出面 你让刘四他们 把房子还给他们 让他们赶紧走 爸 这门槛压房子的事 你到底咋想的 没刘四这样的 欠钱说欠钱的事 罢人家房子不还算咋回事 没这道理啊 道理 你去问问 有说刘四不对的吗 没有 顶多是一句相立相亲的 别撕破脸的 那这房子就成刘四的了 我想不通 想不通 你想不通的事多着呢 你才活几年啊 我告诉你 这个事你不要管 你管不了 你不管还不信我管 我说我不管了吗 刘哥 干嘛 你怎么还来了 我问你啊 贾桂仙他们家那房子 咋回事 他家的房子咋回事 我不知道 你得去问刘四 装 再跟我装 别人不知道你 我还不知道你了 问刘四 刘四能有那脑子 你给他多少钱 你不花钱买这房 牛子能干那种事啊 鬼才信呢 咋样呢 还能咋样 大罗那脾气呢 又不是不知道 这可咋受掌呢 这边一大家子回不去 那边又是你弟 这一碗水 你可断平了 我知道 这两天你先把那泥儿姐哥 给我照顾好了 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这事不用你操心 草药了 还烧着呢 deform 晓晓 沈儿 妈烧推点的没有啊 没有 一直烧着呢 这么烧下去可真不行啊 文端 换一下 晓晓啊 让你妈起来喝点粥吧 这一天啥都不吃 那哪行呢 沈子 我妈现在连口水都咽不下去了 喜爱啊 歇会儿吧 我替你召开你妈 没事 我能行 别把你熬坏了 那个酒真晚了 沈子 你放心吧 我要是扛不住了 就躺着睡会儿让门堆盯着 你忙你的去吧 要是不行啊 可一定吭声啊 别跟我客气 听见了没有 知道了 沈子 真是活活地要把人逼死啊 真是活活地要把人逼死啊 安端 这样下去不行 夏 然后先送婶去医院吧 可是这一路上太颠簸了 我怕我妈这身子受不住了 要是这样 隔壁村哪有个老大夫 村里人又跟头疼脑热杀的 都去找她 我先去把她给接过来 给婶看看 要是还不行的话 咱再取悦 成吗 天明儿 已经够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还是让门堆跑一趟吧 嗯 跟我客气啥呀 她那两条腿 能跑过我四个轮子 谢谢了 健康 股满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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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满堆你给我出来 满堆 先别出去 写爱 我去看看 我这 事 你现在当起缩头乌龟来了 你打人的时候呢 干啥干啥呢 跑我们家来闹啥呢 不是 婶儿 我不是冲你 我找门堆 妈 你就让门堆出来吧 把话跟人当面说清楚了 闹闹哄哄的 不知道还以为咱们家出啥事了呢 行 你滚家 乐乐一看就是明白人 不是 你得让滚门堆出来 你看他把我还他爸打成这样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反正滚门堆平台 嫂子 那现在这事你想咋办 你们把我们都打成脑震荡了 你现在问我咋办呢 嫂子 他 他这就是装得想讹咱们钱 你装一个我看看 行了 刘四媳妇 你说吧 你到底啥意思 赔钱啊 多少钱 至少也得这数 五 五十 五千 啥 五千啊 媳妇 你觉得我装得像不像 像啥像啊 你看你光知道 哎呦哎呦哎呦的 还以为你舌头有问题 这我觉得我装得挺像的呀 我看像猪还差不多 看你这话是说的 你说他们信了没有 我哪知道啊 不过十有八九应该是信了吧 那咱下一步咋办吗 哎 你说你这脑子 还是干啥用的 哎呀疼 没能说那个王八蛋打得 我现在还疼了 疼死你活该 你说你长着脑子也不带用的 你这不能自己想一想 这我能有啥主意吗 啥都指望不上的 哎呀媳妇 这不是 这不是有你吗 多给你妈喝点水 哎 谢谢了大夫 不客气 何大夫啊 我送你啊 不客气 还烧吗 这烧总算是退下去了 看来不用去医院了 你也不用发愁了 你妈病情啊 总算稳定了 我现在就是愁刘四那儿 我怕他们又来闹 我们不欺负人 反倒让人洗到头上了 我就不相信那刘四头上 真的受伤了 那你还有啥办法 沈子 我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被动 我想找他们当面讲理 我就不相信了 这世界上还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沈 干啥去 我去找刘四他们去 我跟你一起去 这事吧我觉得有鬼 就算刘四的脑袋真破了 但这脑震荡也不是谁得就能得的 我觉得也是 可是他们咋会承认呢 我这倒有个主意 喜爱 你先进去 我在外面等一会儿 嗯 嫂子 嫂子 你又躲着呀 你又躲着呀 快快快快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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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啥 嫂子 缠上的鞋带 早晚都得解开 咱们的事也早解早踏实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画着这么个理没错 那你准备怎么解吧 钱不钱的咱们先不说 这脑震荡不是小事 耽搁久了可是出大问题的 我今天就带我哥上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实在不行就住院 你说呢 不去 为啥不去啊 有病就看病 我哥呢 我跟他说 不是 你哥他睡着呢 你有啥事跟我说 我跟你说啥 你又没得脑震道 你说你这人在随便往人屋里闯呢你 嫂子 这两双筷子两个碗 我哥人呢 你 你哥可能上茅房了 是吧 那我就坐这儿等他吧 不是 你哥他有痔疮 他还不一定上到啥时候呢 没事 我不着急 那 那你坐这儿也不是个事吧 是 刘四 哎 天 天明 你 你咋在这儿呢 你这都脑震荡了还敢翻墙啊 不是 你 你啥意思 这也没伤口啊 咋这么多血啊 红药水吧 是吗 来来来来 回家去 行 刘四在这儿呢 是吗 你 你在这儿呢 不是 你俩今天想演这一出想干啥呀 嫂子 我带门堆向你和哥道个歉 不管咋样 他打人就是不对 对不住了 门堆年纪小 脾气又臭 做事不经过大脑 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 他以后绝对不会这么干了 就门堆那样的 是该好好教训教训 刘四 你看喜爱在家里也教训了 又跑过来跟你们俩道歉了 这事要不就算了 当给我个面子 天明 我不是不给你面子 是你哥这回真的委屈大了 我还是那句话五千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嫂子 你真的铁了心要这么办了 我这还是看在乡里相亲的份上 要不然没这么简单 你确定自己想好了 我当然想好了 那行 那咱们就法院见吧 法院见就法院见 谁怕谁啊 真是 知道你不怕 可我把话跟你们说清楚了啊 去了法院 门堆一家顶多是欠你们钱 没说不还 也没赖着不还 你们俩可不一样 霸着人家房子 把人家老小从家里撵出来 知道这在法律上叫啥吗 侵占他人财产 是要判刑的 知道要判多少年吗 少则两年 多则五年 还要判处罚金 到时候 不但我们不用还你们钱 你们还要倒给我们钱 行了 这 笑谁呀 说得跟真的一样 这当然是真的了 回头你被抓进去 你媳妇咋办 法律上真用这条 你就是想吓唬我们 骗我们的 不信 不信跟我回家 我爸那有法律书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们自己看 还有 今天早上 就凭你们跑到我们那儿闹一场 我们就能告你们讹诈 我讹你啥了 你说讹啥了呀 这是啥 受伤了吗 哪儿来的血啊 这明明就红药水吗 回头我带着刘四徐悦 好好查一查 看有没有脑震荡 要没脑震荡的话 这不是讹之啥 行 甭跟他们说了 咱俩走 天明儿 你可得救救哥呀 哥不能坐牢啊 干啥呢 求你俩出息 天明儿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不管我俩的事 这都怪你说古大楼 都是他逼我们这么干的呀 你还是别去了 我一个人去吧 你一个人去啊 我还真怕他把你给吃了 他毕竟是你金叔 照现在这种情况下 去了肯定要翻脸的 你说你去了站哪一边 两头都不讨好 何必呢 站哪一边 谁有理我站在谁那边 大龙叔 我想找你谈谈 你们俩怎么搅和到一起了 说吧 啥事 我们家的房子 你啥时候还给我们 房子 啥房子 我不知道啊 说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闭嘴 我要听他说 好 我说 刘四那么胆小一个人 他泼出去的水 要没人给他接着的话 他敢抢我们家房子吗 那这事 你得去找刘四啊 我当然得找你了 因为房子的钥匙 现在就在你手上 你信不信 你要是不把钥匙给我的话 我马上就把锁给砸了 你敢 这些 你才来吴谷婆村几天啊 你知道啥 当初古门坎家急着用钱 我们大伙二话没说拿钱应急 如今刘四家急着用钱 你们不管不问 最后是我拿钱应急 你们反而来怨我 这不是恩将筹报吗 叔 咋叫恩将筹报了 你为啥出钱你自己心里不明白 你是为着人家的宅基地 田铭 你啥意思啊 你这是帮着外人来收拾你叔的 我咋是帮着外人了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 你和刘四霸占人家房子不还 根本不管这一家老小的死活 现在这一家人都挤在我们家呢 那冤有头债有主 你们应该去找刘四嘛 叔 既然你这么不讲理 那我就不给你留面子了 刘四已经说了 就是你指使他占了我们家的房 卖给你的 你还有啥话可说 红口白牙的可不能乱讲啊 刘四说我窜着他 你们谁见了 谁看见了 这是刘四亲口说的 就算是到了法庭 我也有人证了 叔 你要是不想蹲大牢的话 赶紧把房子还给我 你以为我是吓的啊 告我 你拿啥告我 拿啥告你 从法律上讲 房子的所有权不是你的 就算你出了钱也不是你的 你们爱砸砸地 这房子我还就不还了 你们告 你们随便告去 滚 都给我滚 刘四 刘四 你给软蛋给我出来 顾他喽 刘四 你给软蛋给我出来 中了中了 刘四 你就是个软骨头 双眼白老子就给卖了 不是 叔 他脑袋还疼呢 你怕他们干啥 他们就那么一说你就怕了 我怕坐牢 叔 你怕坐牢 你的账量清了你就过河拆桥啊 当初要不是我帮你 谁还会帮你 叔 我不是故意要说的 这都他们逼我的 他们逼你我不管 我就问你 现在你站在哪一边 你真以为他们会帮你啊 我告诉你我要是坐牢了 跑不了你 跑不了你 那咋办呀 叔 咋办 四啊 咱是一家人 你得站到我这边来 明白吗 对 对 是 好 四啊 那我丑话可说在前头 你坑我第一次我不跟你计较 你坑我第二次的话 那咱俩的交情可就没了 到时候房子我不要了钱 你可得还给我 不是 叔 我 我哪儿有钱呀 叔 就 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真的听 我听你的 那他们要再来找你 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知道知道 叔 叔 你放心 他们就是打死我这回 我也保证站到你的一边 天明 谢谢你了 你说我们家给你们家添了这么大麻烦 现在又害得你跟你说闹翻了 真是对不住我 说啥呢 我叔叔本身就不带劲我 也不差这一回了 但这一回 我看我叔叔她是死活都不会撒手了 咋想的 真要告她 告她得花多少钱呀 再说了 还得让那个刘四作证 她万一再一边挂 我一点招都没有 别担心了 别担心了 找机会我跟我爸说 让他出面 这段时间你们在我家就踏实住着 咱俩正好也商量商量玉堂的事 那我先进去了 好 妈 饿了没 一会儿想吃啥 口苦 啥也不想吃 那也得吃 不吃啊你这身体跟不上 一会儿等白婶他们家做完饭 我就给你熬点稀饭 不用熬了 我都熬好了 大婶子 给 多好啊 大婶子真是给你们添麻烦 添啥麻烦呢 不是多瓢水的事吗 姐 走过去吃饭吧 婶儿 我就不过去了吧 你看我们住在你这儿 哪好意思再去吃饭啊 又跟我见外了不是 走吧 别让他们等了 文婶儿 走 跟婶儿过去吃饭 妈妈 去吧 一会儿我自己吃 去吧 嗯 回 乐乐 衣服改好了 你回头去试试吧 谢谢啊 老乔收了是不是好多了 好多了 天明啊 鱼塘那边怎么样了 正在挖着呢 我跟喜爱商量了一下 鱼塘那边呢 他来张罗 外面的事我来跑 喜爱的能力呢 我放心 这样也不耽误我跑车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要不是天明牵头 办鱼塘这么大的事 我连想都不敢想 天明啊 你爸就是担心你带的那些款 既然鱼塘开工了 那就好好干吧 早点啊把人钱还上 这样大家都放心了 放心吧 妈 那这样 打明起呢 我每天少跑一趟车 把精力都放鱼塘上 对了 叔 我跟天明商量了一下 我们想雇个挖掘机 虽然费用大了点 但是工期能锁短 这个办法好 冤枉我就担心这个鱼塘啊 还不上贷款再赔了本 现在好了 有喜爱帮你 我就放心了 我吃饱了 吃吧 没事 吃你的 你想说啥你就说呗 饭吃得好好的 说撂筷子就撂筷子 像话吗 我能不撂筷子吗 我跟你结婚到现在 你爸夸过我一句没有 喜爱就出了一主意 把他夸的呀 我还出那儿干啥 那不是在聊鱼塘 在聊正事吗 行行行 你们聊的都是真事 我就是一多余的人 多余到根本就没有人 关心我 咋不关心你了 你关心我了吗 那么多人一块吃饭 就我跟你妈忙到着 凭啥呀 凭啥我跟你妈 伺候她们呀 你不关心我 不心疼我 你总该心疼心疼你妈吧 人家不还给你做衣服了吗 我又让她做 做啥呀 就改弯了两下 你就向着她 我看你心里面 根本就没想让她们做 又在那没事找事 我也希望她们早点搬回去 别别别 千万别搬 搞得好像我撵她们似的 人多 吃饭 多热闹呀 住着 你说你挺聪明个人 怎么这个事就转不过弯来了呢 是是是 我这么跟你说吧 刘四偷了我的东西 卖给了你 你是花钱买的 但这东西就是你的了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就是警察来了 也不向着你说 他还得给你定一个叫 非法买卖他人物品 你到最后是房没落着 倒烙了一身骚 你说你这是不是聪明反背 聪明物 哥哥哥 你别急 你让我把话说完嘛 这房子我还回去 但是你还得帮我一忙 我是想着 把刘四欠我那钱 要不然画到载回先头上 你让他们先欠着 我不着急要 那这事还得你出面去说 不管怎么说 先把房本人还了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哥 村长 大罗叔 大罗叔 咋了 大罗叔 早上我们正出活呢 来了好几辆外地车 我去拦下问了一句 人家把他打了一腿 你说咱们运输队 干这么长时间 哪遇到过这种事吗 咱村有拉土豆花 叔 你咋忘了呢 你侄子添名那鱼塘 那土方量大着呢 我咋把鱼塘这事给忘了 看来 我这侄子是诚心跟我过不去 叔 你给我们做主啊 叫几个日 走 哎 林队 鱼塘的事有点麻烦啊 周末回家看看书 没事 嫂子 我最近作业少 刚好换过脑子 再说 有的是力气 别挡路 让开 这不是早上找事的小子吗 懂不得过去你们 知道这谁的地方吗 打过招呼了吗 兄弟找和你咋招呼 怎么 想试试 咋啦 你们还想动手是吧 吃一吃 好狗不挡路 动你咋啦 都是跑运输的 咋叫不懂规矩呢 这不懂规矩也就算了 还想打人 这打人都打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还有没有办法 别想吓唬人 要是惹了我们乔老大 在镇上 你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咋啦 这是干啥呢 我们给你干活 他们堵路不让走 还要打人 这事你得管 这事他管不了 就是你们乔老大来了 也管不了这事 运输队都是各自管各自的地方 这是老规矩 不管你走到哪儿 都得按这个规矩来 叔 你这是干啥呢 我们这儿正干着活呢吗 现在知道叫我叔了 你平时是咋对我的 找车拉土 也不事先和我商量商量 自己就做主干起来了 叔 你误会了 我们用他们的挖掘机 挖鱼塘 顺便呢 就把这土方给承包了 这几天机器还没到 今天他们就是帮帮忙 我不管你咋说 这事呢 得按规矩来 再说了 他们把我的人打了 这总得给个说法吧 余唐天停工别干了 车我也扣了 什么时候这事解决了 什么时候再开工 你讲不讲理 我刚才讲的就是理 姐 我回来了 强子 你可回来呢你 你说这么长时间 你去哪儿了 回老家呗 还能去哪儿 来 苹果 点心 哎呀 回老家你不早跟姐说 姐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这么大人了 没事 担心死结了都 太不像话了 你说这一天天 真闹的什么事了 这是 不说好的还法 怎么又不还了 还不让一趟失工 陈队把人往死里逼啊 我再找他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 想不到这段时间 发生这么多事 你说那人喜爱 还得替婆家扛那么多事 想想也挺可怜的 姐 我出去走走啊 吃了饭再走啊 小子 小子 回来了 强子 小子 才回来 我听说喜爱是在你家住呢 是啊 你找他 是 那行 喜爱 喜爱 你俩说 好 陈大哥 你回来了 我听说 你们家最近 发生很多事情 是 最近家里所事不断 那 你欠咱们多少钱 你问这个干啥呀 是这样 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虽然你没多少钱吧 但是你先拿着 能还多少还多少 这钱我不能要 糟了吗 就当我借给你的还不行 那我也还不起啊 不用你还 那我更不能要了 这钱我真的不能要 陈大哥 你的心意我领了 那 那 那你一个女人家 你打算咋办 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就不相信 还没有我们一家一条活路了 是啊 我原来是打算还的 可你没见那小子 是怎么对我的 哥 今天不管你说啥 这房子我不还了 除非他们把钱放在我这儿 要不然没门 至于于塘施工的事 那咱得按规矩来 本地的活儿 本地的运输队优先 再说我的人被打了 那于塘拉土的活儿就得给我 那不成 我都问过了 挖土方的活儿要给你了 挖掘机就请不来了 这天明是你亲侄子 你跟他叫什么金呢 你真差那点钱啊 行行行 我不跟他计较 那于塘的活儿 我不要了行了吧 可我的人被打了 必须让乔老大来给我道歉 我就这么一个条件 小明 叔 他进去坐会儿 不了 那 你先回吧 我跟强子聊会儿 好好好